Hello,大家好,我是Jeffrey,这是淡花 今天又非常高兴来到这里跟大家讨论一些话题 那么今天呢,想给大家讨论的就是 在大学期间如何通过兼职能够月入十万 当然月入十万这是一个数字 可能也八万或者是五万,whatever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去获得一个比较高的收入 或者是通过兼职赚到比其他小伙伴有更高的收入 那这个地方呢,我也想结合我的一些经验 来给大家讲一讲如果你想获得这样的收入 大概呢,有哪些基本的方法或者是原则 好的,那么第一个我想给大家分享的一个原则 就是差异化定位 那么什么叫差异化定位 就是作为一个学生而言 其实兼职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就是去打一些零工 做一些比较基础的工作 包括做一些编辑啊 或者是去那个什么快销 或者是餐厅打工啊 或者是一些等等等等 帮别人做一点whatever什么东西 但是如果你只是以一种把学生作为一个廉价劳动力的定位 去找一个兼职的工作 你一定赚得到一个很高的收入 那如果你想明显要高于其他人的兼职收入 那这个地方非常重要一点就是你要把自己定位的和其他的同学不一样 如果其他同学把自己定位为一个便宜的廉价的劳动力 那么你必须要把自己定位成一个具有竞争力的一个社会价值提供者 因为只有你提供了社会上的商业的价值 那么你才能够获得相当高收入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在讲导演的那期节目中呢 其实我已经给大家分享了我在读电影学院的研究生期间 就接到一个商业的拍摄的一个工作 那如果你说给一个企业来做宣传片或者做广告片 那其实给这个企业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商业价值 而这个商业价值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学生可能会不是那么容易提供 如果这个公司去找一个专业的广告公司 可能做这个项目要50万或者更高 那你只需要一个20万左右的一个价格把这个事情做出来 对于你来说其实是一个比较高的收入 但是呢对公司而言也节约了很多钱 所以你通过一种差异化的定位 把自己定位成为一个社会商业价值提供者 同时又有学生的这么一种优惠的这种价格上的一种优势 从而你就获得了这样的一个收入 你会发现这就是我说的一点 你必须把自己当做一个不是那么普通的一个 大家心目中的学生兼职的形象 同样的我在本科期间呢也做了一些兼职 不像其他大学生去通过一些同质化的竞争 来做一些比较便宜的一些这种工作 而我在那个时候呢也想做一个不一样的差异化的定位 因为我考过托福和嘉义考试 然后呢对这个考试也比较熟悉 所以呢我就想着去培训机构去上课 那这成为了我后来一段非常非常长的一个兼职工作 从兼职到全职我工作过十年在新东方教托福加一和SAT考试 包括对新东方老师做一些课程体系构建的培训等等这样的工作 而经常在一个后来的暑假中或者假期中啊都可以预入十万这样的收入 那同样我觉得我也是遵从了我刚才说的这个原则就是 你不能够把自己当做一个普通的学生来去跟别人做同质化竞争 而是要找到你与众不同的差异化的点 只有这样才能够获得不一样的这种收入水平 所以我想通过呢我的这个本科和研究生这两段课外兼职的这种经历啊 来给大家分享一下这第一个原则 第二个呢其实我觉得非常重要的 就是你一定要有一种跳出性思维 那什么叫跳出思维 就是你觉得很多事情是不可能的 但是你一定要去通过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的方式来去做尝试 因为你很有可能尝试几次你就获得了成功 很多时候包括我刚才的两段经历都在告诉我 很多人都说这可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是一旦你真的去做 一旦你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 也许这个事情就成了 其实我曾经考北京电影学院的时候 因为我本科其实不是学影视方面的 我是学理工科的 然后呢去学电影很多人就会觉得基本上不可能 觉得这个考电影学院的研究生是一个非常风险很大的事 而且是一个所谓很深的事 但是我当时就还是努力去考了 我刚刚去进入电影学院 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我想去接一些商业的项目 其实很多当时的这个电影学院的同学 他们都有很多的经验了 因为可能别人本科就是学这个的 那我想去获得这个商业的项目 其实表面上看来也是很难 但是呢我做非常详细的准备 来去获得一些这个案子 去通过自己的提案 做出方案 做出很细致的这种规划 来去让别人相信 我能够做出让他满意的商业影片 所以你会发现 只要你努力去准备 你是有可能做一般人看上去觉得 可能不那么容易做的事情 包括我在大尔的时候就在新农方工作的这段经历 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能够符合这个观点的一个例子 因为当时你一个本科生 你怎么就能够有这样一个机会呢 其实我当时就是尝试着去投简历 然后呢我为了去面试 我在家里去一个人对着一个没有人的屋子 就不断的去讲 其实跟我现在这个很像 因为这个屋子里面也没有人 也是这样去讲 那你通过不断的这样的去准备内容 并且去用这种方式去讲述出来 不断的去训练 你在真正的去面试 或者真正的在这个上课的过程中 你就觉得 你是能够做成这件事情的 不是因为你是一个学生 所以你就做不了那些 大家所认为商业上的一些事情 其实只要你训练 你是有可能做得到的 所以我觉得第二个 大家一定不要低估自己的能力 不要觉得有些事情 包括现在可能是这个新的时期 可能互联网啊 或者是等等有很多其他的机会 当然也可能有一些 大家你擅长可能我不太了解的一些东西 但是你会发现 你真的就不能做那个专业领域的事情 因为你只是一个学生吗 其实不 如果你做好了准备 也许你能够去获得很高的一个兼职收入 甚至超过了这个领域的工作人员的工资 我觉得是完全有可能的 第三个 其实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 如果你想获得一个比其他人更高的一个兼职工资 除了你有一种差异化的定位 除了你要敢于去床市以外 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你要有系统的知识的整理 微纳和应用的能力 就是你不是有一个野心就够了的 你还需要有一个非常系统的知识 就是体系去帮助你做这些事情 比如说我刚刚在研究生意年纪的时候 其实我刚刚到电影学院很多东西才刚刚开始学 那你如果想获得一个商业的项目 你必须要去了解别人商业上的机构 是如何做一个比稿的方案 如何去通过说服性的陈述方案 来去获得这个商业的一个case 那同样 那这个地方我就学习了很多怎么样去做 我搜集了非常多的资料 看所有全球顶级的国外和国内的这些广告公司 如何通过方案来去获得项目的一些案例 总结了一套我自己的方案 包括我后来去获得这个商业的一些拍摄的一些影片的案例的时候 那我也同样用一些这种系统的方式 来去跟客户进行peach 进行讲自己的方案 同样也获得了很多的这种案例 所以我觉得你有一个非常系统的专业的知识体系 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包括我最近看到了一个人 那他其实并不是一个影视专业的一个学生毕业 但是他后来依然从事的是影视 就是编剧和剧本策划这方面的一个工作 那他就把国内国外所有的影视编剧的书籍的理论 包括他自己的创作经验和一些网上的一些 包括大师课呀 包括一些国外的一些资料 国内的一些大师的分享经验等等 把它全部进行整理消化 形成一套新的体系 于是呢 他就开发出了非常缜密的一套剧本分析 剧本策划的这样一套方案 那通过这套方案 他同样也获得了业内非常多大咖的一种认可 同时他也接了很多跟编剧和策划有关的一些工作 包括剧本评估的工作 所以你会发现 不是说你不是一个专业领域的人 你就做不了这个专业领域的事 因为知识是公开的 知识是公平的 知识是免费的 所以你能够把这些系统性的东西进行一个整理 并且能够形成自己的一套系统去输出的话 那么同样 你也能够获得一个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一种理论高度和水平 从而能够有效地说服别人 来去接受你 接受你的方案 接受你的技术和接受你的服务 那其实我记得我在 也是十几年前在新东方工作的时候 那我当时其实是最年轻的成为了 新东方培训师 就是培训老师的一个这种职位 那当时我其实是研究了很多的这个国外的一些 第二语习得的一些方法 并且我把这个方法和我们平时做的考试内的培训 进行一个结合 形成了一套自己的课程发展的一个理论和方法 如何进行模块化的构建课程体系的这种思路 那同样也是通过这种系统的知识 来去获得了一套自己的方法论 而这样的一套系统和方法论 其实就是你未来能够赚钱 你未来能够和别人产生不一样的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方法论 所以今天呢 我觉得我跟大家分享了这个 应该能够给大家一点启发 因为我相信所有的这个小伙伴 他一定会有自己某一方面的优势 和你的这种市场竞争的一个点 那么如果你能够去对自己进行差异化的定位 如果你能够去做一般人觉得你不能做成的事情 同时你通过大量的理论实践的这种数据 和一些其他人他们的一些方法论的总结 形成出自己的一套方法论之后 那么我相信你也能够做到兼职月幕过十万的笔格 当然十万也其实只是开玩笑 因为有可能你能十万 但是如果你把十万做一个自己的目标 那么哪怕五万或者是两万五三万 其实这些并不重要 因为我相信大家在上大学期间兼职赚钱 其实赚的并不真正的是那个钱 你更重要的是能够给自己一个更大的机会 能够去锻炼自己在这个世界上 去能够为这个社会去服务 并且能为自己为社会创造价值的这种东西 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能够找到自己喜欢什么 自己热衷与热情的一个领域 那么我想这个可能是更加有价值和更加重要的 因为学习其实是一个一生的过程 在大学期间不仅学习这个课本的知识 更重要的去学习如何走入社会 这才是更有价值的 那么我们今天呢就给大家分享到这个地方 我们下一次再见 好的拜拜